的確如同說方老師所說 最近大盤流行什麼 流行落後不漲股 畫面上就是今天成交量 前100名的人氣最旺的 第一名叫做耀華 耀華不止今天漲 最近K棒漲什麼樣子 連漲5天了 而且近3天開始出量 資金開始鎖定它了 鎖定它什麼樣的題材呢 去年PC都不好 還在消化庫存 但是耀華先長給你看了 到底在跟你預告 什麼樣子的未來 昆仁我們請您上台來 從耀華的走勢看起來 PCB今年有機會 鹹魚翻身了嗎 誰最新有機會苦盡甘來 好 因為確實 我們如果再看一個產業的話 要看這個產業的位階 是不是高低 然後另外的話 看一下這個產業 是不是能夠恢復到成長 或者說它有沒有哪一些 是有投資價值的 所以我們來幫大家 做一個點名 叫做PCB的產業 那因為剛剛上半段的話 像是紫冬 像是淑芳老師 其實都有講到CCL跟PCB 那為什麼大家最近 有這麼樣的一個共識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看這個數據 我喜歡看定毛 那比方說定毛的話 像剛剛鎖華講到的 像是去年真的很苦 那去年的話 2023年其實是大幅衰退了15% 然後再往前看一下的話 是在2022年 那整個PCB產業的話 其實市值的話 大概有大概接近797億美元 所以在衰退的過程來說的話 總算在今年 恢復到一個成長了 那為什麼在去年PCB會這麼樣的酷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景氣也不好 庫存也在調整 然後甚至像是新冠疫情的紅利也結束了 甚至地緣政治的一個干擾 所以在去年的PCB 算是一個最壞最壞 然後呢算是一個落底的一個情況 那好不容易在今年開始 甚至像是2025年去做一個成長的 復甦的一個過程來說的話 其實也不到 還沒有回到 對2022年 所以一直要幾乎要到2025到2026左右的話 才能到一個2022年的一個高峰的水準 所以如果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整個PCB在庫存調完 恢復到成長的一個過程來說的話 他其實正在走一個復甦的過程 所以這邊雖然有一些股價 看起來好像有點貴 可是如果以一個基本面角度來說 或是就一個投資價值來說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大家還是可以留意一下PCB的族群 就像剛剛的藥華也是 突然就給他拉上去了 因為低位階 或者就一個投資價值 或者成長的那種人來說 這整個族群 都是他值得關注的部分 好他今年開始有機會 慢慢的開始回神了 但是這一些的利空解除了嗎 接下來有哪一些的利多 能夠推升他慢慢回神 好確實如果就一個PCB的角度來說的話 因為大家都要看所謂的AI 那AI跟PCB有直接相關 然後呢甚或是說我們幫大家點名到四個 很重要的產業都帶來 所有的PCB的產業的推進的動能 拿四個 好那我們先幫大家點名叫做是AI伺服器 然後呢800G交換器 那下兩頁的話還有像是車用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在AI伺服器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如果就AI的需求成長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這叫做基本款 那比方說像是CCL或是PCB的部分的話 其實產值都比一般的伺服器提升到五到十倍左右 這是在PCB的用量的提升的部分 那因為輝達他接下來要推高價的H100跟B100 然後呢AMD的話 Intel的話也都有新品的去做一個推出 甚至像是一些雲端的CSB的廠商 他們都要推自家的ASIC的晶片 所以就整個AI伺服器的話 今年的四大動能 輝達AMD Intel跟各家 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成長 那之前大家在怕的事情 就是產能受限的 所以在台積電好不容易把COAS的產能 去瓶頸去改善的話 其實在去年的話大概1.2萬片 然後到了去年年底的話增加到了1.6 然後呢今年到第二季的話 有機會倍增到大概2.4萬片左右 所以AI伺服器這塊 真的會帶來整個CCL 或是PCB的一個產業的一個成長動能 他產能開出來AI伺服器做得出來 就有機會拉動PCB組織 是的 這是第一個大的重點 就是AI伺服器帶動整個CCL跟PCB的產能的 一個提升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到800G的交換器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說到 像是CSP就是在資料中心的部分 他的傳輸傳輸的速率需求是提升的 那目前的話大概在400G左右 對 剛剛手放手續說400G 未來要變800G 是的 沒錯 那也因為400G跟800G的一個PCB的 層數來說的話 目前要提升到36層以上 原本的話在400G 到約24到32層左右 所以如果就層數來說的話 也必須要比較屬於高規格 高級別的款項 所以如果你今年來說的話 800G大概在第二季會有一個小量量產 然後到了下半年的話會是增量 甚至到2025年 就我們剛剛說到的 因為2025總算還回復到一個成長動能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境之下的話 其實如果就明年加速放量的話 會帶來整個PCB的產業族群的第二的大大項的利多 第一利多 AI的伺服器的需求 第二利多800G的交換器 第三你剛才說車用 是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車用的部分 因為如果就去年的車用的部分 也算落底了 那如果從今年開始的話 有漸漸逐線回復到成長的動能 因為從去年的大概下半年開始 就已經恢復成長了 那如果就車用的部分的話 車的銷量其實今年的年增不會很多 因為大概只有2.5%左右 到8800多萬量 可是如果以一個車的狀況來說 就是說他過去都是傳統車嘛 那可能PCB用不多 可是如果從現在開始 叫做高階的智慧車 智能車 電動車的部分的話 其實高階智慧車的車載需求 是大幅成長的 全球大概池子就這麼大 大概也已經緊繃了 但是其中高階智慧車 對於整個PCB的需求 將會大幅成長 是的 那如果我們就一個 比較細部的數據 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我們來比較高階車和傳統車 它的層數大約是2到4倍 然後從厚度的話 大概是3倍左右 所以可以讓它的一個SP 就是單價的部分的話 是可以上升到3.5倍 所以這是在車用的部分 帶來PCB整個產業的一個成長動能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就是過去大家在看SpaceX 就是低軌道微星的時候 只看馬斯科他們家的SpaceX 可是如果就現在開始的話 不只是SpaceX X在那邊獨佔囉 因為歐洲那邊OneWeb 目前的話有600顆 那已經開始去做商轉了 那我們自己國內的話 像是獨家代理的話 是中華電信 他們之前已經有跟OneWeb 那邊去做一個簽約的動作 那這是在歐洲的部分 然後呢 亞馬遜這邊 他也不想讓就是SpaceX 去做一個獨佔 所以亞馬遜的庫伊博計畫 他預計會在去年的10月底的時候 已經進行兩顆的測試 已經OK囉 然後呢 從現在開始的話 在今年年底會去做一個商轉 那未來的話會有三千多顆的 這樣子一個低軌道衛星 去做一個發射 那2024年跟2025年的整個產值 會估計年成長到三成以上 低軌衛星對於PCB的需求在哪裡 因為其實低軌道衛星的PCB的用量的話 也都是用料的話 要高階款的 甚或是說呢 他的一個高階的HDI版 跟他傳統版的一個混壓 混壓的這個進入障礙 他有技術性的門檻的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的話 就是這邊講到的 就是他必須要在中國以外生產 因為有國安的問題 有資訊問題 所以我們的台廠 反而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優勢 跟受惠 所以我們幫大家選到 剛剛我們說到的 四大利多領域的領頭羊 那我希望用這樣的選股的方向 幫大家找到一些 比如說屬於強很強 或者真的有基本面成長的相關的個股 要講的有底氣的 對 真的是要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台光電 那台光電的話 因為他是八百G的市站 然後他也有那個AICCL的部分的話 是領先的地位 那聯茂的部分的話 他是在車用這一塊 那規格提升 那台藥的部分的話 是在八百G的交換器 所以我都是幫大家找 這四大領域的領頭羊的個股 那滑通的部分的話 比較有趣一點 是因為他的低軌道衛星的營收 是我們看到的所有的PCB廠裡面 它是營收佔比是最大的 那這個最大的話 你可能會想說 聽說只有10%而已 沒錯 他其實只有10% 但是他已經我們已經最大了 可是因為他就是10% 再往上去做一個成長 所以他會有一個比較大幅的成長動能 所以他叫做是幾乎要獨佔 然後高成長 所以在滑通的部分 那見頂的部分的話 也是回歸到車用 然後甚至像是金像電的部分的話 他是在AIC市場的一個 市佔的部分有一個明顯的提升 這些廠商當中幫我們選三檔 來做操作的教學好不好 好 那操作教學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是滑通 那我們直接幫大家點名一下滑通 那滑通 如果你要追滑通的話 是真的是不宜 因為他就是一檔 一根紅K就會休息 然後呢 一根紅K就會休息好久 好久的一個股票 那不用擔心 他的一根紅K掉下來的問題 就是你不要去做追價就好了 然後另外的話 其實滑通 他也是一檔高殖利率的個股 所以如果高殖利率 進可攻退可守 對 幾乎他就是沿著 這邊是 因為他這邊怪力比較大 不然他一般來說的話 都是幾乎是沿著月季線 月季線 去做一個熟紋轉 那我如果要卡位的話 怎麼卡 我覺得就是沿著月季線就可以了 就比方說 他是在前幾天的時候 有一度回來到測 測月季這個動作 那測月季的時候可以買 分批買 然後呢 如果他真的萬一在測季線的話 我覺得勇敢買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也是一檔有殖利率保護 就是什麼什麼 高殖利率高ETF的個股的話 都會去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所以這種就是抱著 然後慢慢的抱他 然後穩穩的賺這樣 幾乎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就滑通的話 拉回首穩接是一個安全的策略 好 第一檔滑通 第二檔 那第二檔的話 我幫大家點名的是金像電 那為什麼特別要點名金像電的原因 是因為他這邊沒有任何一家 是切到ESIC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是在AI伺服器 那當然AI伺服器通用的 可能大家都陸陸續續都可以去做切入 可是如果就ESIC這一塊 就是在所謂的 客製化的晶片伺服器的這一塊的話 叫做是幾乎是幾乎是金像電 能夠拿到認證 而且可以去做一個切入的動作 那當然金像電 他這是他的一個歷史的高點 歷史高點的話 284塊這邊也是一樣 因為他們是股心溫和的不追 那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也請你用拉回首穩到月季線附近 拉回首穩到月季線 去做一個承接的動作 那我問歷史高點在這邊 眼看在今天最高點274 其實就差10塊錢 這種個股卡到位之後 停利點要怎麼設 我覺得其實就 如果就停利點來說的話 就是不用特別去做一個 預設立場的這樣的問題 因為從現在開始的AI 我很務實的說 我並不知道本一筆該給幾倍 有點像是比價的觀念 所以如果這些領頭羊 能夠續創高的話 他就很有可能把整個族群 去做一個本一筆拉伸的動作 所以如果回來到剛剛我們金箱店 可以看一下他的本一筆EPS的話 其實他目前274 然後如果以現在目前的話 14塊2的一個 今年預估的EPS 大約就是不到20倍的地方 那20倍或許對過去的PCB來說是貴的 可是如果因為有AI 或者因為有ASIC 帶動他的成長動能來說的話 我不知道這個20倍貴不貴 所以簡單的方式就是 不要預設高點 但是每一次守穩月限跟季線的時候 只要他能夠守得住 我就預估他能夠續創高 所以這是一個操作的觀念 跟大家做出 來 最後一檔 好 那最後一檔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剛剛 因為薯芳老師有講到台藥 我覺得也是有蠻有共識的 因為其實如果就整個成長的動能來說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台藥是3塊4 那今年的話樂觀一點可以看到10塊 其實其他的相關的比價的話 頂多就大概兩倍左右 可是台藥的話 他的EPS可以看三倍 所以如果以他今年有切入到800G的 事實上的一個提升來說 其實我覺得台藥目前狀況叫做是 高檔位階這邊 雖然好像170這邊 170這邊有一個壓力 那可是150這附近也有一個支撐 所以以他這邊 如果能夠在這邊做一個相形整理的話 哪一次再去做突破 那就很有機會帶動 我認為他也是一樣領頭羊 那領頭羊的角度就是不用預設高點 因為他就是一檔能夠帶動整個族群 本一筆調升的一檔指標股 了解 好 謝謝昆仁 請先回座了清楚的告訴大家 為什麼今天全部成交量第一名的藥華 能夠被市場資金鎖定 而且連三天帶量漲 因為市場已經在壓寶PCB族群 最壞的狀況有機會過去了 誰有機會最先苦盡甘來 各股的題材操作策略 請給你做參考了 休息一下稍後非常重要的是 昨天在整個國際的商品市場熱鬧了 國際金價再創歷史新高 比特幣在歷史新高高點往下 這麼一殺跌幅是十幾趴 為什麼這麼熱鬧 或許再反應 等一下來自於聯準會的報爾 即將到國會進行聽證 會給大家帶來驚喜還是驚嚇 休息一下金價美元提展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李宗盛